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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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去到極限了,已經四個小時 我在想怎樣可以捱呢? 最恐怖的是Nord Channel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你看到但還沒去到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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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5歲的梁俊希、Ryan 香港時間7月14日凌晨 單獨橫道愛爾蘭到蘇格蘭之間的北海峽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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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 Kurt! 如何補充能量和解決心理需要呢? 咱衡給了多少次? 差不多28次了 中間的東西都不需要吃 沒有東西 根據者都會��irmi仔 吃一些肚子的食物 怎樣吃? 是用一個瓶 放進去 即是小壺 撥一聲噴下去 很快地吃 我想我吃了兩口就離開了 但是你是油著吃的? 油著吃 油著吃 在咬的時候還是熱水 還有有時候浪蓋起來 會混合所有的鹹水 也要吃 純粹是給我的心情好一點 因為連續吃四個小時的飲品都很悶 但是不是 純粹是補充體能嗎? 補充體能是補充心情的 有人會好奇 這麼長時間在水中洗手間 這個反而是必須要在海裡去小便 因為如果沒有做這件事 應該是一個低彎症的其中一個問題 是一個symptom 所以這件事是有些需要 很重要的 一定要習慣在水中做這件事 壞人能夠成功患到北海峽 除了靠他個人的實力 也有賴身邊人的支持 他的女朋友 當時就和他一起 在船上做支援 其實我自己太冷了 所以我不會陪他去游泳水 但是我想精神上的支持 都很重要 他就不斷地說 你還有多久 你又說是到的 為何由於一小時後 你還在這裡 其實有一個位置 我是躲起來 因為他問得太多 我又不知怎樣回答他 其實做支援隊 有一個難處就是 你不知道 是否應該告訴他 還有多久 因為你不知道他聽到那句話 之後的心情是怎樣 例如你說還有兩小時才到 究竟他覺得還有兩小時 還是兩小時很短 你做得好嗎 要熱一點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 他有投訴說東西不夠熱 所以我也想試試 因為我拋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是熱的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快就冷了 我就有試過 其實這些瓶 他拋下去 這些位置已經浸了咸水 那你再喝這些 可能甜甜的東西 然後混在一起 其實真的很難喝 這裏就是以前的班房 不要看Ryan現在這麼高大 還可以游足十四個小時冷水 其實以前的他 不單止游水不擅長 還長得很矮 我坐在前面 是因為我是比較矮的同學 我想全班應該第二矮 全級應該是 數一數而最矮的五個之一 技術上又不是特別好 剛巧我有少少速度 可能我去到外國之後 才有個大一點的轉變 即速度提升 心態方面 我覺得那時候的失敗 引致到我可以出外國讀書 又不是一個很差的事 當然最好當然是有些事情可以做 例如游泳游得好一點 但又正正因為讀得不好 才可以出外國 如果你讀得好 直入港大 讀什麼 讀法 我到這一刻 就沒有去過外國 一定還在香港大 有兩條年輕的魚 見到一條老的魚 老的魚就問他 水是怎樣的 他們就沒有回答 然後就游 走了 之後他就問另外一個朋友 兩條魚 問自己的朋友 咦 什麼叫水 故事在說什麼呢 老的魚經歷了很多事情 很難被釣過 所以他知道離開了水的感覺是什麼 將所有事情都變成一個 叫什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變成很難去挑出一個框框去想 其實這次已經不是Ryan 第一次挑戰公開水域 他曾經和鄭麗珊律師 組成有史以來第一隊香港接力隊 以破紀錄的成績 完成泳渡尼斯湖 當Ryan告訴我 他要挑戰North Channel 其實North Channel 比尼斯湖更加冷 那個環境更加惡劣 還有因為他是由SOLO 我們由接力都有機會上去暖身 但他全程都是很堅毅地游到 很難得 是的 尼斯湖也啟發了很多 我覺得是 入到水好像捉電 有些時刻 但正如Elisa所說 我也是可以上水 可以休息一會 又可以吃點東西 所以比較上 都很難 但沒有去到 今次North Channel 最重要是 當時他沒有那麼健康 他是肥一點 我選擇這隊友 都要有一點肥肥的 才可以有個層之方去抵懶 而且他告訴我 之前他在外國的時候 都是去游過凍水 試過暈倒 其實他都有一些 極度低溫的游泳經驗 再游快一點 希望創造一個紀錄出來 很緊張 我說North Channel就是 這個的再加強版 最恐怖的是North Channel 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你看到但沒有去到 我可以看到那件事 可能從絕環望到觀塘那麼遠 但要4個小時 但我以為是2、3個小時可行 所以有人打沉了意志 我們全部是自資 因為你沒有政府資助 我們沒有政府資助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能夠成功安排 這樣的挑戰 背後是很多辛酸 都要很多的金錢 還有很多動力 Rion今次solo這個過程 其實當中的花費是要多少 我想都六位數字 也有十多 我都未計算完 因為都失了 因為最難是 我想這類型的solo挑戰 甚至乎接力也是 最大游泳很難 但其實另一個大挑戰 就是永遠都不知哪天游 例如我訂了差不多三個禮拜的酒店 都原來不夠 原來他要再延遲六天 這樣 變成很容易勾勾 即酒店要加價 租車也是 還有你沒有選擇 他說收多少你都一定要給 經歷過這麼辛苦的考驗 Ryan未來又有沒有其他挑戰想嘗試呢 都會有興趣 可能 游到其他的海峽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大概有幾個 現在還有六個 包括英倫海峽 也有一個在北海道 也有一個在夏威夷 也有一個在紐西蘭 也有一個從西班牙游去非洲的海峽 要及時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我想有時候叫做 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 就是很多年前 有些夢想是想追逐的 我想就是希望 將來如果真的有這些事 都要有機會去做 即是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這個很深刻的印象 即是與其說自己沒有一個好的機會 但反而要問問自己有沒有好好的準備 那機會一來到就可以把握到